中泰食品感谢工部门防疫人员的辛劳 捐赠了大批的名产点心给花莲施工所 市长为加弦除了是转赠给消防警察单位 也分别送给了社劳客 还有原住民野菜农民 慰劳大家的辛劳 也希望在公司部门齐心努力下 能够早日度过疫情难关 防疫期间民间企业的捐赠不成间断 花莲在地知名办手里业者中泰食品 特别赠送一大批的名产点心给花莲施工所 希望能够慰绕第一线防疫人员辛劳 受到企业的爱心捐赠 市长为加弦首先把名产点心转赠给消防警察单位 然后还送到了社劳客 还有原住民野菜班 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企业的爱心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花莲很多的在地企业 都有捐一些物资给花莲施工所 那其实在花莲施工所的部分 我们除了给我们本所的防疫同等之外 那也转赠给我们其他的一个 一起协助防疫的非常辛苦的警察同仁 还有我们消防同仁 那接着我们也会把这些物资 给我们小农的部分 因为最近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的产业都受着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部落的产业 那除了封年季不能办之外 很多的一个部落的活动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中止跟停止 那我们也希望说 每一个受到影响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灰心 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会给我们一条 非常好的一个路 只要你努力下去 那也期盼我们疫情赶快能够赶紧的结束 那也要谢谢非常多的企业 这样对我们在地的地方政府 还有地方的一个团体来做相关的关心 市长也呼吁防疫警戒心不能松懈 尤其最近台湾又出现了 印度变种病毒的确诊案例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让疫情再度扩散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